刚才这道题 对 就我已经按照您的委托 严格地把题目出来了 我主要关注你的结果 我的结果和当中一半人是一样的 我是朝向左边 恭喜你 别的朝向反着的那边都哭了 都正着的怎么了 你是一个战解人意的人 你老婆找你很幸运 这个测试的是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 实际上是猜测 我们的性格是不同的 我为什么说它善解人意呢 就是说它首先 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字 我完全没想到它们 我只是觉得那么写顺手 我就要的你这种 人的不自觉自动化的 这样一种反应 我们这一个测试叫做 心理风格 心理风格是有差异 但是无好坏之分 很多人常叹了一口气 对对对 所以不是说只有小萨是好人 你也有缺点 我缺点多了 对 那么你这个缺点呢 可能就是太考虑别人了 然后忽视了自己 有时候是这样 对 爱别人在前 爱自己在后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 是的 还有我们说刚才说是 要往右手画的呢 就是你自己看的是那个正的 但是我们是反的 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在决策的时候呢 他能够力排众议 不受外部的影响 不会人云亦云 你们是当领导的 有独立的思考 你们今天知道了 我是这样的 下次我就注意了 下次跟人 就是在交流的时候 除了表达我自己的 我同时要去主动地去听起别人的意见 所以心理学这样一些测试 不是给你下结论 没有好坏之分 不是说你这个人永远就这样了 他是告诉你 你可能在无意识状态下 会存在这些倾向 对 你可以在有意识的状态下 去改变 能够让你去完善自己 当我知道我的弱势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能去调整 而且我知道怎样去调整 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个呢才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目标 谢谢 谢谢 谢谢